第四次遊戲 第四次遊戲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中的頻道 我們今天玩一個新遊戲 這遊戲呢 也是第一隻以諾黑人做主題的手機遊戲 這條影片就會簡單介紹 如何有效率的插一下手抽 我們看看抽蛋系統 抽蛋系統叫做膠囊 膠囊裡面也有幾隻主人物 第一隻就是一隻補血的角色 即拿蒙 第二隻就是第一裝甲艾克斯 第三隻就是克杰洛 即是ZERO 我們按一下詳細 這幾隻S級的人物的機率只有0.33% 而S級的武器有0.2% 到A級 A級就會有4%是角色 武器有8% 所以如果大家在前期想抽到S級的人物 他只有1%的機率都很偏低 而武器方面只有2% 雖然大前提在大家沒有課金的情況下 怎樣可以有效率地刷到S級的角色呢 這次是主要介紹的 我自己這個帳戶就拆了少少時間 就拿到2隻 第一隻就是黑ZERO 即是黑傑樂 而第二隻就是輔助型奶媽 應該這個角色是幫助到大家日後打一些共同關卡 主要是一些補血的技能 而這個黑ZERO就是一支近攻技 第一招就是雷光閃在路徑上一下攻擊別人 第二招就是在地上打出多個閃彈 叫滅閃光 好那我們開始介紹一下怎樣拆這個手抽 第一步我們進入主介面 我們改回帳戶名字 改完帳戶名字就會自動進入遊戲介面 進入遊戲介面裡面就會有一個簡單教學 其實大家不用理會 直接左上角有個SKIP 他就可以按說我跳過了這個教學 就不用跟著這個教學打 直接會升到角色2級 升完2級就叫你按膠囊 其實這道具都是一定會中的武器 大家就繼續確認 確認完就要帶著這把高速步槍出戰 闖回的時候基本上大家一路走一路打 趕快打完壞物就可以了 《退騎技能》 《退陳沙漠 therefore找不來自動的機構》 確實也就到這邊去打 On 《 norteening武器》 比如說我個滿 Sundials そう我可能雖然也有 343 但是我就說game 雖然像冷清 怎麼說霸能力 我們在纓有刊測而構成 govern 這個雷把經典很想回來 然後反對 好,打完這個關卡之後我們可以出主界面 照跟著他升級武器 升級完的武器可以到右上角的信箱 信箱裡面有獎勵獲得,一共一千個水晶 我們按一鍵領取就獲得一千個水晶 拿完水晶之後,最重要是按一按膠囊,按一按十連抽 十連抽,看看我們抽中什麼角色和武器 如果沒有S的武器或者角色 我們可以出到主界面 平抖了啦 出完主界面,右下角有個選單 選單有一個叫登出 我們按登出鍵,就可以成功剷掉這個Safe 好,如果大家喜歡這類遊戲 記得按個訂閱鈕 還有,分享給你們的朋友知道 還有按一按個Like 而最後這條影片,就會送出一個黑Zero的手抽賬戶 如果大家有興趣,在下面留言 我就會在今天內隨機抽出一位觀眾 當然,抽觀眾大前提的情況下 要訂閱這個頻道,才可以有這個參加資格 如果對這個手抽賬戶有興趣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拜拜 拜拜